Hello,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跟进国内现在这个白纸运动 因为怎样发展没有人知道 不过我们不妨可以总结一下1976年第一次的天安门事件 跟着改革开放以来都有好几次的或大或小的群众运动 比如说83年反对精神污染跟着引发出来的社会抗衡 跟着86年又合肥里面引发的学生运动 跟着89、64之后就镇压得很紧要 很多方面都压着,表达出来的来说政治性的公开表达就是很灵散 跟着即使到后来大头BB大家记不记得? 大头BB毒奶粉事件都有很多地方出来维权的 也都是民生性事件来的,结果官方都用政治性的角度来解决民生性事件 所以才有赵连海事件,赵连海风波,是吧? 所以这次我们对比一下眼前的形势和过去这么多次有什么不同 和要注意什么,所谓要注意什么,官方不要又无限上纲 又觉得这样就好像和大家交流经验 令到大家有战略性和官方争取或战略性退却 不要这样,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来说 你就是太看得起我们这一类观察的了 其实老百姓自己有老百姓的方法 大家老百姓都是冷静为主的 不会像官方那样斗争思维,是吧? 所以就对比一下过去的一些群众运动了 好了,首先第一样东西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定是国内发生了某些事 于是外国关注了,跟着有些外国的声援了,是吧? 那跟着出现的情况是怎样? 官方一定又说你勾结外国势力 或者你是和外国内外呼应,即使没有勾结 都是内外呼应的了,你是搞这些事情 跟着给外面拿着这些做文章等等 刚刚这个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就被国内的执法人员捉了 BBC的版本就说他被毆打 跟着放出来,现在BBC就要求解释 中国方面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就是说他非法采访 第二个版本这么离奇 他就说为什么要把他带走? 其实是保护他的 保护他什么?保护他不会受到感染 我说你也要找一个有水平的理由 是吧? 现在大家就说他也是获得授权正式采访 你说在现场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官方的版本和外间的版本是不同的 现场也有很多人看到的 大家一般都不会相信记者能够商权 所以这一个情况官方好不好那么容易 又将他上升到一个国际背后有人在 你说好像有间谍有什么 在中国里面挑起那个民恋 不要那么容易一下就将他扭起一块 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国际大背景 于是就借点热博了 我马上就举个例子 六四的时候当时的四二六社论 人民日报 那就是说一个四二六社论之前 是有一个四月二十五号北京市委 由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石明和市长陈旭彤 内部上了一个报告给中央 于是就是由四月二十五号 那个内部报告演化到四月二十六号的人民报社论 其次鲜明地反对动乱 那在四月二十五号那个内部报告里面说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有黑胡子 黑胡子 黑胡子就是什么 就是外国势力 它里面有说了 有外国势力在背后 但是大家都说 学生当时是很自发地悼念胡耀邦 什么时候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推动他们呢 官方一上升到 于是邓小平就觉得这个是他的最痛的地方 于是邓小平OK的 赵紫荣都不在北京那时候 所以这类事件呢 官方很容易将它上升为一个国际斗争的背景 这次是不是呢 我们民间就看不到了 好了 又再举远一点 1986年那次 1986年那次由赫肥开始的 好了 赫肥当时这个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芝 那他被视为中国的沙哈罗夫 就是说是科学界人士 但是又去争取民主自由的 那他本身在北京 那后来就下了赫肥了 那件事是由赫肥慢慢慢慢 就是有全国性很多学生的运动 那当时也是比较开放的气氛 那于是后来就发觉官方就不是这么说了 官方就说方励芝是泰国全盘西化 那他全盘西化一粒粒下来呢 那令很多当时第一批方励芝 刘彬眼黄若望 他们两个和外国最多是在采访上面的关系 是吧 是方励芝英文就很行 是吧 因为他天文物理学家 是吧 那整天去外国交流的 那变得又是这样一涌 就加了个外国因素 是吧 那所以今次呢 我经常说应该记取那个规律 即使你有外国因素 有外国传媒 都是因为你本身里面是有一些重大的社会现象出现了 人家才报道嘛 那你说外国政府 你看现在他不会出声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都没上升到一个他觉得需要出声的时候 是吧 那所以这一点呢 如果中国官方是冷静一点的 你将精力放进去自己内部解决 对地方政策啊 措施等等的问题 那你就不要一下上纲上线 去到一个国际斗争的背景呢 这样呢 就好处理一些了 是吧 我们都是希望好言相劝 是能够妥善处理的 你不要又说我们 又教那些民众啊 又怎么样 因为这个呢 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次的 莫须有罪名的了 好了 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 现在大家这一次是很清楚的 民众性、民生性事件 不涉及到政治的 但是你说偶然里面会出现了一些口号 你说哪个哪个要负责啊等等那些 那有这些口号 你又不要马上就觉得 哇这些 有些人就在那里 乘机搞政治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件事 现在这些口号呢 首先 是在海外的 在海外出现的 是吧 在国内呢 没什么啊 虽然你说有个别 但是更多的就是 反对现在的风控政策嘛 你不要拿着一句 或者一个现象 就马上有人搞政治了 我马上又举个例 六四 那时候有两三次是百万二百万人大游行的 其中有一次是出现了邓小平下台等等 那跟着呢 就没了 没了 那当时也有李鹏下台啊等等其他人的 那跟着呢 邓小平下台那个标语呢 没再出现过 那于是大家就估了 只能够估 因为没有答案的 估的就是是不是有些人放蛇呢 是想令到那个的形势 更加刺激邓小平呢 那结果 后来又没了 出现过一次 后来就没了 那换句话说 无论你是哪方面的 你是出于什么动机都好 你这些呢 客观效果 就会令到官方很容易拿着话柄 然后转了 将民生性事件转到政治性事件 是不是 如果这些是海外的 海外的 你怎么说 人家都说是海外嘛 但是如果是一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不妨去问一下 蜂蟲哪里来 蜂蟲哪里来 这个蜂究竟是哪里来的 但是总之来说 大家如果怒怒 这个就是民生性事件 那就不要 官方有任何人都不要将它一下子 扭一扭 因为如果是这样呢 官方是自己又难处理 虽然你说这样更加很拼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不是的嘛 是吧 如果你是硬硬上线上线的话 那只会是令到自己 你这个理据都不牢固 站不住脚 第三个值得观察的 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现在是世界杯 慢慢进入高潮 这个因素平时没有 但是今次是又在那里 为什么无端端说到世界杯 因为国内都有直播的 国内播起来的时候 你看人家那里 全部不用戴口罩 几万人坐在一起 还有大家可以喝喝吃吃的等等 于是一对比起中国现在的情况 大家就说同样的嘛 你说外国可能死的人多 或者疫情多 但是大家就会发觉 你对于一个疫情的判断 和你处理的方法 这个是引起后期大家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 大家不会说不用防疫等等 不是的 大家都觉得防疫需要的 只不过是你那个风控措施 是过了浓的意思的嘛 好了所以现在呢 那个世界杯的期间 是往往会令到国内一些具体事件 可能会更加引起关注 譬如好像说 有些地方是没有 即不是防控区来的 比较自由或者没有疫情的 那些地方呢 就可以有世界杯 那个现场直播 以至在一些公众场合 喂 你没有疫情的嘛 或者你没有防控的嘛 没有风控的嘛 那于是你就 就开始了哦 你被人做生意哦 忽然间 不行 不行的原因 除了你可能突然间说它 是需要一个风险区 就是低风险变了高风险 因为大家发觉 现在呢 就是说它说 我慢慢开放了 那样 其实是很多低风险的地区变成高风险 那跟着呢 现在大家就说 为什么不给聚集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世界杯里面 原来说出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今次卡甲雨 那个疫情 其实可以这样处理的哦 所以现在国内有些人在那里 说笑这样说 不知道会不会 连世界杯直播都没有了 那因为你这样呢 才可以没得比较嘛 那如果是这样来说呢 那这个就会 最低度影响 做生意的人 你原本说得 突然说不行 出了预算 是不是更加增加民怨 是吧 好了 第四个 可以做比较的 就是 这次呢 是跟以前 有一个 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以前几次 这个社会运动 建制那方面呢 或者官方喉舌 就一定是站在官方那里说话的 但这次呢 建制也好 官方喉舌也好 等等呢 他开始有些反弹哦 以至是站出来反对哦 是吧 他这种呢 不是很 就是 各党五十大板那种 只是站出来反对官方现在的政策哦 虽然你说 啊 他们可能都是 做下戏的 等等 但是这种呢 和以前的 的情况呢 是很不同的 如果以八十年代那些比较开放 你说反对的声音 多数是来自民间知识分子等等 啊 啊 那来自官方或者建制里面的反对性呢 那时候也不多的啊 啊 所以现在呢 大家就开始去看了 究竟现在来自建制的 来自体制内啦 啊 包括这个前 环球时报啊 啊 总编 胡锡进 那他都开始有些内容 是讲得相对啊 啊 啊 人家感觉到是 哎 有些离京叛道哦 那现在呢 去到这里的情况 不妨对比一个原因啦 啊 那个原因 和他们这种反对的内容是持续多久呢 我觉得呢 这些是过去的经验积累的一个观察来的 如果他们这种声音讲完了之后很快 或者过一段时候之后就沉寂了 这个要注意的 这个就代表 或者反映了 有一种的更高层的要求 落到他们身上 然后预视着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不知什么的新政策 啊 那于是 所谓收口了 收声了 等等 那如果是到这里的时候呢 更加要观察一下 那官方很可能呢 是会用这个放松的政策的哦 那我不排除的哦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讲得更阔了 就讲到经济了 贸易了 那你还有其他各种那个的 就是蓝以生存 就是整个国家蓝以生存的要素了 对外关系等等 那我不排除这方面是会有变的哦 那所以呢 那你们不要什么了 不要搞乱当了 所以 是调整他的宣传口径都不排除的哦 但是如果是这样 究竟是预示着官方会硬下去 还是软下去 调整下去呢 不知道 只能够继续观察 所以对比起几次事件呢 我觉得 最后的结果都是 当然官方能够维持它的稳定啦 包括镇压 那放来之后来都被点名 被开除出党 跟着调回去北京 天文台等等 那跟着呢 学运就被压止下去了 等等 那这一个可能性呢 是大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现在 从民间角度 当然是要减少冲突 减少损害 损伤 是吧 那这个来讲 历来都是这样 我看今次那些国内的老百姓呢 其实都聪明很多了 是吧 牢牢掌握着这个民生性事件 是唱的 国际歌 那跟着就 争取对话 那所以呢 据说清华大学 那有位高层啊 那他见到很多学生出来 请愿了 那又抗议了 那位 负责人啊 那他就说呢 你们出来的 不会追究你们参与的责任 那以后有机会 还可以详细讲 那如果你是外省的 你在这段时候 你说寒假等等 你要回去 可以沟通 送你们走等等 那这些来讲呢 又是妥善处理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呢 对比起以前 几次来讲呢 关键 还是看下官方如何去解读的形势 你是从紧的角度来解读 从斗争的角度来解读 还是从宽松 从去解决的角度来解读呢 你自己不要乱 外国势力 就利用不了的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些都是要看 未来的走向究竟是怎样了 好了 今天和大家 简单对比一下 过去几次的社会运动 总之就是希望 不要碰撞 官方不要胡乱加压 于是 才可以慢慢去修复社会裂行 是吧 大家也不要那么衝动 现在国内的人已经很聪明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民间不断提高智慧 官方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水平 他们也要提高 这样才有用的 好了 今天和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拜拜